梅兰竹菊山水人物,十二生肖,飞禽走兽 近日,记者探访山西省新匠县江州成泥宴研制所 展厅内,上百方眼台大小不同,形态各异,整齐有序摆放在陈列柜上 成泥宴与端宴、社宴、陶和宴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宴,是其中唯一的泥宴 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 江州成泥宴制作记忆传承人令涛从事成泥宴制作已经三十余年 静州成泥宴是孕育秦汉、兴育堂、圣育宋 明代的时候达到炉火春情 但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失传了 失传一下就失传三百多年 然后1986年的时候我父亲就开始搜集资料 整理资料 然后我那时就跟上我父亲也开始干这个活 开始搜集整理这个资料 然后开始搞实验 经过有十多年的时间吧 我们才把这个记忆呢 初步给掌握了 到2006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制作记忆呢 被评为中国国家级的非物质化遗产 江州成泥宴利用坟河湾得天独厚的采泥厂 以坟河下游的成泥为原料 经过几十道工序近一年时间制作而成 且成品率只有30%左右 制作的这个工艺流程呢 就是周期特别长 大概的十个月 我们呢需要采泥 这个采泥回来以后呢 要邓清过滤 然后下来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序呢 就是沉浮 沉浮就是六个月的时间 再下来我们开始做批 做好批以后呢 有一个工序呢就是银干 银干呢 这要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 再下来再雕刻 打磨 入窑烧制 然后出来再进 再雕刻 再精修 再打磨 再 然后才可以包装盒 过去 令涛与父亲 一直在位于新疆县光村的家中 制作成泥宴 后来 他成立江州成泥宴研制所 作为生产基地 以土地带土地的方式传承记忆 目前有40余名员工 在他看来 飞宜最重要的是传承和人才培养 飞宜最主要的就是传承 你这个人在 你的思想在 你的想法在 你的记忆在 是吧 然后你可以做出来东西 如果你这个人不在了 这些可能就都会流失了 是吧 所以说呢 最主要的就是人才的培养 你看我们这么多年呢 虽然我们的徒弟们 学历不高 以初中为主 对 但是他们呢 就是经过多少年如意似的 就是熬出来 现在都在这个行业里面 都是精英 翘楚了 已经 新疆县大捏村村民张颖丽 就是其中之一 不到40岁的他 坚持传承成成泥宴记忆 已有22年 咱们这个雕刻呢 它是整个流畅里头 比较难学的 然后比较重要的一个工序 我们的学土期是三个月 但是三个月的话 你只能整我一个大概的一个手法 你想要独立操作的话 差不多要3到5年的时间 然后10年以上的话 你就算是一个比较合格的雕刻工了 所以我们这些同事 我们的工领都在10到20年以上 此外 令涛的儿子令子林 也接过祖父与父亲手中的接力棒 目前正从事 江州成泥宴文创产品的制作和研发工作 如今被称为山西三宝之一的江州成泥宴 不仅享誉全国 同时还作为文化使者 走访印度 尼泊尔 马来西亚 印尼 新加坡 日本 韩国 美国 匈牙利 等20余国 未来 江州成泥宴将努力申报世界飞遗 中国研台来申报世界飞遗 这是一个大事 也是我的一个 就是什么呢 一个最大的愿望了 如果能把这个拿下来的话 肯定给我们山西 对吧 给我们家兴 增添一兴 世界级的殊荣